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学生 与首席执行官进行交流 参与此次交流的两名首席执行官是 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佐斯 客户而不是竞争对手的事 和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蓝神公司的大卫戴尔 我向很多人描述 我是一匹中用而不中看的马 这里的首席执行官 领导着互联网上购物的革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 欢迎收看首席执行官自由访谈节目 如果你没有做过 你可能有朋友已经做过 如果你已经做过 你可能将再次尝试 当然我说的是网上购物 我们今晚的客人是电子商务的先驱 他们将传统零售业带向电子零售业 亚马逊公司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这个互联网的巨人 以及自从我们有了巨人 我们就有了大卫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蓝身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大卫戴尔 五年前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 说到零售业的革命 那简直是在开玩笑 但现在没有人笑了 自1995年上网以来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蓝身公司 是最著名的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之一 但开始时很困难 我来告诉你有多困难 第一年的网上总销量是160美元 今天电子商务只占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蓝身公司总销量的10%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蓝身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戴尔 已将公司重新变为全国服装目录零售商的老大和服装网站的老大 现在他做到了21世纪的电子零售业 是这个节目的中心内容 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见到大卫戴尔 1994年在电子商务的史前时代 贝佐斯就在往海里冲浪并看到了未来 他开始在网上卖书 在三年里寄居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比比尔盖茨和吉姆格拉克还要快 并且他没有盈利 我们过一会儿谈论此事 亚马逊公司从卖书发展到无所不卖 使亚马逊公司成了网上的大商店 我在亚马逊公司的拍卖中买了这个公司 我看到了这算是太酷了 我买了它就在大厅里 36岁的杰弗贝佐斯在他惊人的成功面前 显露出孩子般的快乐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他建造了一个比西尔斯 公司里没有人遇见到这件事 我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讶的人 贝佐斯总是在做着伟大的梦 他与地球上最大的河流命名了他的公司 他的目标是建造地球上最大的书店 公司现在的口号是地球上最大的选择 玩具 电器 工具 排卖和其他 贝佐斯在德克萨斯州 他祖父母的农场里学到了自信 在那里他什么活都干过 包括给牛群印标签和修理风车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色地完成了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课程后 贝佐斯很像八十年代后期的精英们一样进入了华尔街 但互联网的发展是他在1994年离开了纽约 他放弃了年终奖 与结婚七年的妻子一起来到了西雅图这个高科技的殿堂 我在那儿的一家汽车修理产工作 一直到我们有了四五个人 我们搬到了西雅图彩砖大厦 二层的一间很小 但却是真正的办公室 从内饰系亚马修公司以光年的速度发展到 现在人生顶费的分销重心 和一年超过十亿美元的产品 有一段时间他可以在我们的仓库的一角打篮球 因为我们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输 亚马修公司用很多资金 建造了超过八个百万平方英式的分销中心 所有这些都比开始时的大很多 用来更好地为亚马修公司 一千六百万名用户 一个每半年翻一翻的用户群服务 但是自成立以来 亚马修公司一直在赤字的河水中挣扎着 尽管收入不断地攀升 但亏损也越来越大 在新前年里 一些投资者失去了信心 很多分析师都调低了 亚马修公司股票的等级 股票在几个月内缩水过半 我认为他们在五到十年内 会在美国建立一个主导的零售业王国 但短期投资者已经失去了信心 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是 有些人在做套期保值 但很少有人将赌注完全投在贝索斯身上 即使努力一周工作六十小时之后 贝索斯也还不能休息 网上购物着的三分之一 都在亚马修公司购物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欢迎时代杂志 1999年度人物 杰夫贝索斯 在电影里 我总是看到一个喜欢发明的孩子 充满着预示未来的情景 你们知道 孩子在黑暗中借着烛光看书 蜡烛要灭了 他说 要是晚上能有亮光就好了 后来他妈妈说 汤姆 汤姆艾迪森上床睡吧 所以我向你提的问题是 你遇到过这样的时候吗 在你小的时候 你有没有伤感过 你要做出不平凡的事 我是一个修理工 我经常做很多小东西 比如说家庭防盗报警器 但没有什么对我的家庭有够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像小孩一样用伞做了太阳能的吹剧 你要不想闹肚子 你不会喜欢我用它做的食物 你真的在三岁时要用螺丝刀把婴儿床安在床上吗 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 她说我要把婴儿床安在床上 她说 不行 你还太小 后来她来到我的房间 看到我正在拆婴儿床 她知道 我长大了 还有一个神话 我不是说它是假的 不过我听说 你一直很忙 以至于你经常带着笑相机 随时拍摄 这是真的吗 的确总带着照相机 原因是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我不能坚持每天写日记 你不是在开玩笑 好吧 我们可以不用闪光灯 不过为什么你不给我们的观众照一张呢 好的 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 它也可以在美国世界最大电子拍卖网 电子弯 以很高的价格被拍卖 哦 不 在亚马逊公司拍卖 我们就谈谈这件事 你是一个引领潮流的成功青年 在纽约你做得非常好 你的面前是六位数的奖金 你看到了这个数字 天哪 网络飞速发展 于是你突然说 好了 我要辞职 去这国家的另头创建公司 我不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疯狂呢 是的 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 这很明显 你知道发展得非常快的东西在今天是不起眼的 可明天就会随处可见 我那时正在找决策的正确框架 在找到了框架之后 决策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但这正是我没有的 我理解 你能够看到很多人都将使用网络 可你把这个落实到一个中心点上 你能够在网上卖东西 这有很多人都将使用网络的情况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这是我并不能肯定 我不肯定 这一定能够造效 事实上 亚马逊公司的启动资金都来自我的家庭 我告诉他们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失败 并且他们的投资会付诸东流 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回家吃上感恩节大餐 你怎么在网上产生了卖书的念头 实际上 图书销售是非常有意思的行业 因为它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实现服务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书名及相关信息都填到目录册上 那样目录色将有十本纽约城市电话簿那么厚 所以我想到了互联网这个无限的书架空间 网上书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广阔的选择 我还想问你一个 关于这个思路的产生和发展至今的问题 这就是在亚马逊公司成立之时 你好像就知道它会成功 你没有过任何怀疑吗 有的 在公司成立之前我有个各种怀疑 我还记得在我们刚成立的时候 面对400平方英尺的小仓库 那是一个汽车修理厂的面积 我们面面相觑 我记得一个开发员对我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可思议的乐观 还是无望的悲观 我们没了主意 但在前30天的时间里 我们收到了来自五十个州和五个国家的订单 我们互相看了看说 现在我们知道客户需要这个 知道了这个 剩下的就是操作问题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比尔克林顿夫妇在竞选前 已经意识到他们将取得胜利 他们相识而笑 你和你的夫人麦肯茨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两人互相看了一下说 那么谁吸了什么烟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认为这是真的 我笑得太频繁了 在其他人的笑声中 你可能分辨不出我的笑声 但是事实上 我准备在将来出一本书 书名可能就叫做 幸运儿 因为正是在正确的时间 走到了正确的地方 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你不得不把所有的事情整合起来 即使有些事情本来是错的 但这是做却是对的 比如说 早些时候 我们得到的建议是 不要发布一百万种图书 我们想发布一百一十万种图书 我们认为 人们想找到最模糊的事情 有些暗书图书业务的人说 别这么做 因为寻找提供超过 三十万本畅销书太难了 发布三十万本 然后每月增加五万本 累积到一百万 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太天真 直到我们在网上发布后 才认识到他们是对的 因为履行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太难了 我们是通过亲尽全力 用血汗和泪水才做到的 但是可能从后勤运作的角度看 按照他们的说法做 会更明智 但实际情况是 我们承诺的一大串 稀奇古怪的产品名称 使我们出了名 你已经从一个书商 变成了一个大家说的 无所不卖的大杂货商 这已经被证实了 杰弗里 但问题是 是不是在人们的脑海里 亚马逊公司只是一个书商 卖书或ZD 亚马逊公司只是一个书店 你不是在冒险 削弱你的品牌吗 不是的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品牌是非常有趣的东西 公司的品牌 就像是人的声誉 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 代表的影响着 我们的每一个决策 那就是吸引客户 从客户中来 再回到客户中去 了解他们的需要 以及如何满足他们 如果你的品牌是这样的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你现在已经深入到了 他人业 做过的很多领域 你做拍卖 如你所说 可电子弯做拍卖 已经很有名 如果你想做服装 比如说过一会儿来的这个人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蓝身公司的大卫戴尔 他们做得非常好了 我来告诉你 我认为 美国商品目录 领售公司 蓝身公司 的确做得很成功 我认为所有这些公司 我认为 电子弯会持续 它惊人的成功 这很好 我认为互联网的神话之一 就是将会有几家胜利者 我们来谈谈 你可能听到过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能够在 不盈利的条件下 做那么多的事 那你可以叫我狂人好了 亲爱的Jeff 你认为我以前 听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预感 我们听到过这个问题 我们是著名的 不盈利公司 这并不意外 也不新奇 我们不是创始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盈利之前 投入了很长时间 今日美国也是如此 我们的投资不同 只是在规模 可是你得承认 不能无限期的这样下去 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盈利 是啊 这里没有新的数学问题 在我们请出 下一位客人之前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间思考问题 洗澡的时候 真的这太棒了 实际上 我在想 能不能一天洗两次澡 这样我可以思考更多一些 Jeff Lee在稍后的节目里 我们在聊 因为我现在告诉大家 Jeff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的下一位客人 将回答网上零售业的 一些更棘手的问题 Jeff贝佐斯 非常感谢你一会儿见 我的下一位客人 正面临着富有挑战性的转型期 如何创造和保持 你在网上服装目录册公司的 领先地位 如何利用威力 来维持这样大的企业 请把模特转过来 让大家都看到 你们做得很好 产品太好了 不是吗 当首席执行官 达威·戴尔 在1998年 回到美国商品目录 零售商男生公司时 他看到公司需要改变 你总是要做得更好 你总是要跑到别人的前面 我们一直很重视 为客户提供的质量 价值和服务 但我认为我们没有特点 戴尔 一个老驾驶员 给我们的工作 带来了对零售业的热爱 和很久以前的商人的 一种浪漫感 我热爱销售 我真的很喜欢推销 我喜欢当你有好的产品时 你能够告诉你的客户 并与客户成为朋友 这对我来说 一直是一种光荣的工作 我只是在享受着这一切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蓝胜公司 很轻易地就成立了 在37年前 一个前广告作者和海员 创立了蓝胜目录色公司 销售航海服装 公司1986年上市 去年的销售额 达到了13.7亿美元 公司的总部 在威斯康星州的中心 到其威尔小城 当假日来临的时候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蓝胜公司 借用当地奶酪工厂的工人 但他的公司策略 却不局限在小城 跳下电子商务的大海后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蓝胜公司 抓住了网上服装销售 网上销售业务翻了一倍 占到公司总业务的10%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你在上网买服装时 没有实感 因为你无法触摸和感觉它 可是你知道 它们是目录侧 翻看的过程很简单 这与按目录购物 没什么两样 总之 美国商品目录零售商 蓝胜公司提供服务 订单来了 选出产品 用极光扫描 包装并在第二天送货 今天早晨 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会议 作为拥有 四千雇员的老板 大卫戴尔出身在南部 有很好的零售业家庭背景 她母亲是著名女服装商 Cursor Kona的推销员 她父亲是 希尔斯百货公司的采购员 就是这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你